来看考点7,考点7是站与对列的应用 就是站和对列在实际问题中的一些应用 这部分也是比较容易出现考题 首先看对列的应用 对列应用在便利二叉数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用到层次便利 或者说广度优先搜索问题 一般都会用到对列 因为对列它的特性是先进先出 而我们需要的广搜或者说程序便利 那它也就是正好用了对列的这个特点 然后在操作系统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缓冲 当然在G组中也有这个缓冲区的概念 那缓冲区它肯定也是先进来的优先级更高 所以它也会用到相关有关于对列的一些特点 然后上面是对列的应用 再来看站的应用 那站的应用在数据结构方面它就非常广泛了 比如说有这个数字转换 然后括号匹配问题 左括号右括号 小括号中括号大括号这种匹配 那你就可以用站来对它这个入站的这个左括号进行临时存储 然后你每进来一个右括号就跟站顶的那个左括号去去匹配一下 这就是括号的匹配问题 然后表达式求值 前中后缀表达式的一个互相转换的问题也是用到站 包括有可能会用到二叉数的这个结构 还有地规的调用 刚才在前面的考点中说到可以用迭代或者是站的方式来把地规问题转换成非地规的问题 那站在地规中的应用 在地规调用中每一层调用这个函数 它的这些用到的这些系统资源上的开销呢 一般都是由计算机来分配一个地规工作站来进行数据的存储的 这也就是站在地规中 实际上地规内部的实现 它在计算机内部也都是有一个地规工作站的 然后站的最大深度 也就是比如给一个入队 入站和出站的序列 然后让我们判断这个站的最大深度 或者说它至少需要多少深度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手动模拟一下它这个进出站的序列 观察它的一些顺序 然后再去结合一些 常见的特点 或者说对它这个区列进行 顺序上的一个观察 这样就能求出这个站的最大深度来 当然还有题目中 那11年和12年都考察到了有关于表达室的转换 中队转后队 或者是中队转前队 这个都是有可能用到站的 所以说对于站的这几个应用还是要熟知一下 那我们看这个中队 比如说这个中队是求职 它就有这个数值运算 然后用运算数站来暂存操作数和运算 伏站控制运算优先级 那比如说像14和17年的那个408的算法 大体里面它就涉及到用数来存储这个运算数和运算符 那这里我们说如果用站的话 它实际上道理也是类似的 那我们通过运算符 通过运算符站 对中队转式进行处理 使其形成的包含运算优先级新排列形式就是后队转式 那这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去看2011年和2012年那两道选择题 那两道选择题就是将中队转换成后队 或者是后队转换成中队 这样一个互相转换 用站来实现在王道单科书上 后面它有详细的解析 包括CT讲解视频 CT讲解视频中也涉及到了 那两道题讲解的应该是非常详细 每一步它的出站入站操作 包括各个运算符它的优先级问题 加减乘出符号 它运算优先级问题 遇到数字 遇到这个运算数该怎么做 遇到运算符该什么时候入站出站 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两道题如果能够认真的研究一下的话 那这一部分内容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它也是考察的重点 也是需要我们记忆的 因为它都是那么详细的 根本有没有提示的